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种被掏球 或者被切球 或者你起不了三分篮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呢 比如说很多青少年 在训练的时候 练三分篮都这么练 1 2 再上来 1 2 这样的话 不对 这样和实乱不想结合 比如说你这样上来的话 很容易被切 比如说我愿意追 我起第一步 第二步就过来 暴露了 就被切了 如果你好不容易把他都过来 好不容易把他都过来 你起他把这样暴露了 也可以掏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呢 我给你讲一下 如果他在你的内側 在你的内側 很简单 第一 那我单手起暴露了 可以吗 我不用暴了 你说我起 我这样了 这样了 他怎么牵 他怎么牵 你说出波也可以 我单手波 那说出波的话 你可以这样 你第一次要波的